一張張土耳其紙鈔 彈開來不同壁紙上頭的臉會慢慢轉向你 可別小看這設計巧思 紙鈔上的大人物是土耳其首任總統凱莫爾 其實目前在網路上 或者是他們的官方網站上 並沒有看到一個正式官方的說法 這神秘的排列原因恐怕連土耳其人都不知道 不過每張鈔票都放上凱莫爾 不同人生階段的圖像 可以看出人民對他的敬重 凱莫爾在土耳其人的心中 就是有不可撼動的地位 畢竟當時凱莫爾是 把他們從一個瀕臨被列強給瓜分的 這個龐大的老舊帝國當中拯救出來 不過隨著土耳其里拉貶值 幣值小的五元十元 現在恐怕越來越少見 因為去年八月 土耳其的通膨率飆破八成 想買東西得掏更多錢 因為通貨膨漲的關係 之前他們政府有強制我們要 企業主要強制加薪100% 但是即便我們加薪給員工 他們對這種民生消費的 也比較困難 所以之前新聞有傳出來說 他們買不起肉吃 就是因為他們通貨膨張起來 壁值又扁了 在土耳其生活七年的台商提到 五年前買一瓶五百毫升的瓶裝水 只要一里拉 現在要十里拉 過去飽餐一頓三十里拉 現在甚至要約三百八十里拉 壁值大扁 現在出門他都只帶一百里拉以上的現金 因為十里拉二十里拉買不起太多東西 原本經濟狀況就每況愈下 現在又碰上大地震 讓人憂心土耳其經濟 因為這一次土耳其地震 對他們經濟影響還是相當的大 所以後續土耳其的一個貨幣 應該還是會持續的走弱 可能性是相當高 災情嚴重對土耳其產業 民生消費勢必帶來影響 也接連影響到全球油價和汽車產業 只是對全球經濟影響還不大 未來如何還要再持續觀察 近新聞蘇玉琴 汪起彬一簽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